各式各样的书法作品呈现眼前 令人陶醉其中 潮州政工所每逢春节前夕 都会办理中日书法展计交流活动 而为了让书法艺术更深植潮州 工所今年度将首次办理书法计 透过赛事大师辉豪及特展的模式 来行销这个特色级点 潮州政工所我们在历年来 例行性就是会在元旦过后 那春节之前我们会办 所谓的中日书法展 那之后会连续到三月份的 一个镇长杯书法比赛 那在中日书法展的这过程中 我们有那个写春联 就是手写春联送给乡亲朋友 之后配合我们活动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趁着 因为春节喜气嘛 大家都喜欢拿到 就是红色的春联 尤其是我们每一位书法大师 写的这个字 那大家可以做分享 让大家可以去取得这个春联 书法即将率先登场的是 镇长杯书法比赛 将以在地文化级诗词来作为题库 让参与者可以透过书法艺术 深入在地文化 今年开始我们首先都推出 书法级的活动 那今年书法级首先开跑的 就是我们镇长杯的书法比赛 那这个书法比赛 我们今年就是以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诗文为题库 那这个来显现我们炒州 在地书法的这个文化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收件证件 一直到2月26 所以这中间你只要把你的作品 然后可以送到我们日式园区 那日式园区是6日 它也有开源 潮州镇公所强调更多办法的活动内容 将会陆续释出给游客及乡亲 期许借由各式各样的既典活动及内容 提升潮州镇的文化及观光能量 吸引更多人到访并停留久一点 也能看见专属于戏区小镇不同的 译文魅力 请乡亲期待 记者不停扬正夜采访报道 明镇靄与点点栏目